Hello 大家好,惹到了人物展映时 今天和大家分享 美国著名报导家暮迪的第一集 暮迪是1837年至1899年的人物 本集内容有这几方面,我们进入 暮迪 Moodie,他在1837年2月5日生于美国的麻州洛斯菲特 在他的弟兄中间排行第六 他爸爸去世后已经有七个小孩 那时候暮迪只有四岁 他最大的哥哥只有13岁 他爸爸原来是一个水泥像 在工作中突然感到腿旁有点疼痛 勉强自己回家 走到近床边的时候 跪下,然后就死去了 他爸爸死了一个月 之后他妈妈又生了一对伤生的维福子 他爸爸不单止一些钱都没有留给他们 甚至是欠债累累 有一次债主他们还将他们家的东西搬走 连生火的木柴都拿走了 那时候刚刚是大雪天的早晨 因为没有木柴生火 妈妈就只有叫那些小蚊子躲在被窝里面 一直等到上学的时间到了 然后他们才起床去上学 这位妈妈,这位手寡的妇人 她借着祷告 培植了九棵幼乱的青橄榄雪 某一晚,当小蚊子去熟睡之后 她就祷告的时候 也在哭哭 提起那本丈夫送给她的圣经 她就哭了很久 之后她就擦肝眼泪打开圣经 摆在面前的竟然是 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一节 那里说 你撇下孤儿 我必保存他们的命 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 如果你说这只是 因缘祭会是一个巧合的事件 我就无法相信了 因为这句经文正正是切合当时 这个妈妈的心里那种难过 亦是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应许 于是看到这个经文 她就哭着说 神啊,我知道你是将这些小蚊子给我的 如果我尽了我做妈妈的责任 你一定会做他们的爸爸 她就是这样 将这些祷告的说话就写在那节经文的旁边 她从圣经上的说话得到了安慰 亦得到了力量 尽了她妈妈的责任 当她死的时候 她的墓碑就刻住 马可福音十四章八节上半节 那里是这样说的 她所作的 是尽她所能的 她所作的 是尽她所能的 真是不知道 现在现代的每一个的母亲 她们是怎样尽她所能呢 以下来我们就看看 她是在哪几方面尽她所能了 一个穷寡妇 要抚养九个小蚊子 一级级上九个 在人看来实在不容易 所以邻居就来劝慕迪的妈妈 不如你把那些小蚊子送几个走啦 但是这个妈妈总是说 不行 只要我有一双手 我一定不肯这样做的 邻居就说 你知道啦 一个女人呀 要带九个小蚊子呀 他们将来 不是坐牢的 就是 被处搞刑吊死的啦 于是这个妈妈 一面讨告仰望主 一面就很努力地 继续去日夜操劳 她的小蚊子 就是这样被养大 不单止没有一个被吊死 甚至没有一个是坐牢 后来她去世的时候 出笨的时候 慕迪她就这样说 如果 人人都有 像这个这样的母亲 这个世界上 就不需要牢劳了 家里面虽然很穷 但是这个妈妈 就当着孩子的面前 总是很高兴愉快的 这个家 对孩子来说 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 只要妈妈活着 只要她在这个家里面住 慕迪和其他小蚊子 都是爱里面 苦育成长 看到吗 真是一个 怎样叫做 进责的妈妈 慕迪的妈妈 是一位慈爱的妈妈 后来慕迪传福音的时候 曾经作见证地说 我四岁的时候 爸爸因为生意失败 忧屈而死 放下一大群的小蚊子 给我妈妈 债主 分分而来 将我家里面 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 之后 患难是接种而来的 为福相生子 生下来之后 妈妈就病倒了 最大那个的哥哥 是13岁 是妈妈在患难里面的依靠 但是 这个的 大男孩 因为读了一些败坏的小说 变成了一个浪子 自信必须要出门 才能发财 竟然离家出走 妈妈在家里面 天天都渴望得到这个大仔的消息 时时都打发小蚊子去看看 有没有收到他的信 但是他们准是带来 优秀的消息 没有信啊 晚上 小蚊子就时时靠近妈妈 去谈论爸爸在生的事 但是当 那些小蚊子偶然提到 大哥的名字的时候 妈妈就一定叫他们 停住 不准他们再改下去 因为再说 会叫他的心是受不住 有时候 晚上吹大风 在小山上的屋子 被吹得都动摇摇摇摇 这个时候 妈妈就会高声地 为那个浪荡 远游的那个大仔去祷告 而每逢感恩节 妈妈又必定为哥哥 去留一个座位 他在那里想 他是会回来团圆 他一直失望 有一天 妈妈坐在门前 有一个陌生人走来 停在她的面前 妈妈竟然认不出 是她的心爱的大儿子 她的两手 交叠 长发垂胸 泪流满腮 当这个妈妈 看到这个流眼泪的 面前的一个男孩 她就叫起来 蛤? 这个不是我 失迷的孩子? 她就这样 就叫了她进来 叫了进屋 但是她 仍然都 站在那里 不动 就对妈妈说 不好 妈妈 我不进来 除非我听见你 已经摇摇了我 妈妈立刻 冲到门口 相秘把她抱住 就说 遥述她很多话 这里让我们看到 一个慈母的心 天上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 慈父的心 正是等待着 所有流浪的人 去回家 慈母的妈妈 是一个 虔诚敬虔的妇人 她家里 所有的书 只得两本 一本就是 她丈夫 留给她的圣经 另一本 就是一个 灵修读本 每一天早上 妈妈都会从 这两本书里 挑出几段的内容 读给那些小孩听 星期日 那些小孩要去教堂 并且要 要学 这个都是 不能够推却的事 而小孩 他们就是 赤大脚 手里面 拿着 鞋和襪 走了一里多的路 就去了教堂附近 然后才穿上 那些鞋和襪 有一段的时期 慕迪在 那个教堂的 牧师家里面 就帮她 做打杂 母亲 教导的小孩说 说了说话 就一定要 手信用的 你绝不能够 让任何 不守承诺 这些 这样的说话 去找藉口 你 有没有 说过 要做 妈妈就是这样说 而不是说 你能不能够做呀 她不是的 你说了要嘛 那你就要做了 有一天 慕迪 就去找她哥哥商量 想要解除一个 和一个鱼舍定立的工作 顾约 当时是在冬天 她一面上学 一面做工 伙食 就是由鱼舍 负责 这个问题 她是没办法解决的 就去请示母亲 慕迪的理由就是说 我已经连续吃了 19餐饭了 通通都是 牛奶和玉米粥 偶尔就加一块硬到 都咬不下去的隔夜面包 但是那个妈妈觉得 这些虽然是不好吃的东西 但都已经有充分的食物 所以仍然叫她回去 要遵守乐言 好了 今天 我们看到 慕迪的妈妈 她在哪几方面 是盡责呢 希望我们如果在 这个 电脑旁边 或者手机旁边的你 是妈妈的时候 都可以反省一下 自己作为一个母亲 是认为什么对孩子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一个 熟灵母亲 那你对于你的熟灵的 儿女又尽上了 什么的本分呢 希望我们都 好好地 在主里面 去得着教导 以及 得着一些对心说话 好 今天来到这里